我们是台路通,然后你有通过我们预约新冠疫苗 对,然后我们下礼拜二会安排第二针 请问你有时间吗? 那我们是下礼拜二下午两点半 这段时间,施晓晓每天都能接到许多关于接种新冠疫苗的咨询电话 他也做足了功课,一一解答台帮们的疑问 提供更多相关咨询 我觉得大家会对我更有亲切感吧 比较有共同话题 然后帮助他们之后,大家都会成为朋友 然后有的我们线下都会一起约着玩一下 施晓晓出生于台湾花莲 小时候,她曾跟着父母来到过福州 到大陆读书一直是她的梦想 高中毕业后,施晓晓考上济南大学广告学专业 她亲眼见证了大陆日新月异的变化 高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等 让她感受到极大的生活便利 大学毕业后,施晓晓毅然选择留在了大陆工作 目前是台路通平台在福州的工作人员 也是福州两岸社区交流中心 荣台交流人才驿站的主管 2017年,在福建上线的台路通 是一款专为台胞往来大陆提供便利的智能手机应用 主要为台胞提供证务、证照、通信等一站式便利服务 今年3月,该平台在天兴功能 专门开放了台胞 在福州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线上预约通道 从开通线上预约通道至今 施晓晓已经帮助300余名台胞顺利接种新冠疫苗 在她看来,这是参加工作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现在台路通算是福州台胞打疫苗的首选预约通道吧 现在每天大概都能接到新增的30到50个预约电话 然后我们就会一一通知 然后统一安排时间陪同他们去施打 施晓晓告诉记者 无论是福建省66条实施意见 还是福州市68条会台措施 均大力支持台湾同胞在敏实习就业创业 并为台胞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 这些优惠政策对台湾年轻人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福州算是我待过大陆城市里面 对台政策非常好的一个城市了 那台办对我们台湾同胞也非常的关心 大家在这里生活的也很幸福吧 就是去年我刚来的时候 台办就会组织我们参加很多游园会啊 茶话会啊 让我们更加了解福州的生活 很多台湾青年会选择来福建工作 或者来大陆工作 是因为大陆的生活非常的方便 然后工作发展啊 职业生涯都有更好的帮助 在福州两岸社区交流中心 有一个台胞综合服务品牌 有困难找小小 这其中的小小就是施小小 结合自己的切身感受 她更多的关注到台胞朋友生活和工作中的需要 施小小表示 希望用自己的服务 将福州的温暖带给更多的载容台胞 其实小小是一个团队 就是我们为台胞解决了生活啊工作啊一系列的烦恼 为台胞能够在福州安居乐业提供更大的帮助 还是蛮有成就感 蛮开心的吧 并且还找到了很多朋友通过工作 所以觉得很开心 2020年9月 施小小与福建有约 迈出了大陆寻梦的第一步 在福州 她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并期待在此扎根 对于未来的发展前景 施小小也满怀憧憬 因为我爸爸妈妈曾经也在福州生活过了 他们对福建的感情也是蛮深的 未来的话 等他们退休之后 可能会跟我一起在福州生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